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个月发现石油价有一个特别的转变 由contangle变成backwardation 是现货比期货高还是现货比期货低 这现象被我发现后油价一直升至现在 所以证明这些发现不是惹小的 这是一个对我们的脑袋像电脑一样 把资料塞进去 原来有这样的发现 市场可能会反转 今天我又发现了一个惊天大转变 是美国两年期债券的知识 以及澳洲两年期债券的知识 有一个反转的现象 在过去的短短一个多月 因为美国两年期 国债的知识慢慢升 足足升了15个基点 澳洲两年期知识 慢慢向下跌 跌了大约13个基点 使得两者之间的知识差距 在此长比销之下 色差收窄了 当然看市不能因为一个短期或暂时性的活动 而立即下定论 所以我们要先研究一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 这个情况究竟 只是一个 暂时性 突发性的因素的成因 很快又会 色差又会拉广 又或者是一个 真真正正的 色差的转势 而且是一个越来越收窄的 反转的走势 这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要研究清楚 因为这是直接影响到 澳元对美元的汇价 因为答案对澳元日后走势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昨天 已经 先先给了 像电影的预告一样 即将上演 是要沽澳元 以及要沽 楼元 根据逻辑的思维 根据现实的环境 根据市场日后美债和澳债的知识演变 再加上 Statistics 统计学 图表技术性分析 以及 心理上的影响 市场心理上 当然不是我 再加上我的专业、专注和天分 如果没有天分 怎能坐这位 老板也不会找我 其实有才是怕什么串 串得起 我的答案是 明年2018年 这个状况 将会继续下去 我说得非常 肯定 如果我说不到肯定 我说来做什么 当然我是怕说错事 但怕也要说 因为你做外汇 开盘前 你什么都怕 一定有 不利的条件 走在一只货币的一身 但你如果怕了不利的条件 你不敢开盘 你怕见到女儿这么正 你又不敢开口 即是 不要做人 对吗 先说现在 澳洲两年期债息 是1.74% 但美国两年期债息是1.76% 非常之近 从来没试过 而澳洲央行 RBA 根据最近报告 大有可能会暂时 甚至有一大段时间 维持利率不变 不升 亦不跌 这是最近报告 而两年期债息 会慢慢向下 再继续 是向下 债息 一直 移动到 跟现金价 即是非常短期隔夜钱 香港说测试 是这样的 水位 香港测试现在开始升 小心点 因为很多是用测试来做 防雨 暗欠 美国两年期的资息 又会怎样 答案是刚刚相反 美国两年期债息 现在 给 Fat Fund 不是拆息 又不是 Cash rate 是Fat Fund 联邦利率 是 高出50个基点 高出50个基点 两年期 比Fat Fund 高出50个基点 OK 今个月 是人都知道 而且准备了美国联储局 会加多一次息 不说不加很大 美金又散过 因为市场已经 反映了 他会加息 OK 到时加息 未必美金会升 但如果不加 一定跌到 我妈妈也不认得 可以告诉你 如果 今次再升 即是 Fat Fund 会再升0.25% OK 每一次 加息Fat Fund 都会跟着 上升 OK 换句话 加息后 两年期债息 会变成 一只 不过比Fat Fund 高出50个基点 现在 变为0.25% 又收窄了 OK 于是 迫使两年期的债息 又再向上走 因为 这是关乎 知识曲线 Yield Curve 自然反应 和运作 不是我老作 这是自然运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 澳洲两年期债息 与美国两年期债息 的息差 会怎样 一个 继续向下 一个 继续向上 即是 调转了 美国的两年期债息 会比 澳洲 越来 越高 这些聪明的观众的脑袋 已经有答案 为何 这么浪费时间 说这么多 美国两年期债息 比澳洲两年期债息 相差息率 越来越拉得宽 美国 一直向上走 澳洲一直向下走 对吗 对吗 还 不知吗 老友 因为我还未曾 将美国联邦储备 未来的两年 还有未来的两年 因为缩表 而继续会不断加息 未来两年 2018年 说了三次 2019年 又是三次 还有六次加息 最少 经济不好 减少一次 不奇怪 但始终 未来还要加息 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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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次加息 即是 未来两年 两者的息差 将会越拉越阔 每一次加息 短期利息 又会向上走 澳洲又会向上走 澳洲不移动 有一大段时间 一个向北走 一个向南走 南沿不撤 这个中文 以下这张图表 是澳洲两年期 债的知识 和美国两个的对比 和澳元 的回价 的影响 这张图相当 複杂 难看 我都不想你看 但 反正也有在 即管 拿出来给你们 左面的绿色线 两者 知识的差距 右边是 澳元对美金的反应 以percentage 计算出来 以上是 六个月的统计 广图主要说 有七至八成 两者 的两年期 知识差距 对澳元对美元 这个回价 是有关 是 即是 澳洲一直以来 被目为 高息货币 因为有息收 亦受到 套息者 做 carry trade 套息交易 即 买 低息货币 如果有 日本人 把日元 沽出去 买入 高息货币 转为高息货币 套息 OK 亦不一定是一国的国民 如日本 很多 分佬 亦是这样做的 这是最容易赚钱的方法 为基金赚钱的方法 财息兼收 当然 汇市不仅是息差 这麽简单 还有其他因素 去 drive 汇率 今天 这个惊天大发现 一定能够帮助 我可以告诉你 这些发现 已经不是第一次 最初所说 油价 我发现后油价一直升 没骗你们 在我无间道 第一二辑 已经说 澳元和纽元 中央银行对他们有顶 心目中 不会让它升破顶 尽量出来干预 这是第三个发现 今次这个更大势 因为不止澳元 纽元 也将会陷入同一个命运 就是 两者 界跌 而世界上 突然间 会少了一件事 在金融市场 就是高息货币 和 carry trade 没了carry trade 大势 这些carry trade 过去的一个月 已经一直走出来 所以你们看到 楼园和澳园 向下走 而看到 欧罗和英镑 向上走 其中一个理由 尤其是 日本以来的 日本的零售盘 那些 是零售盘 千万不要看 小日本的零售盘 差不多每个市民的储蓄 都拿出来 是套息的 我记得 我第一年回来香港 2004年 见到银行排场龙 陷队 在汇丰 那里 全弄了 原来他们是逐期的 楼园存款 逐期的澳园存款 因为他们 将香港 转为外汇存款 所以这件事千万不要看小 现在这些 存款 到了 澳楼 是退出盘 沽出来的 然后 很多 就将它继续 放在欧罗和英镑上 所以你见到很怪 美金又升又跌 他不理 美金 对澳元和楼元升 但对 欧元和英镑跌 结果是什么 欧罗和英镑升到 母都不认得 澳洲和楼元跌到 母都不认得 老实说 这世界还有很多事情会大变 美国缩表 将这个环境如何变化 很多人都研究不了 尤其是美国联邦处备局 所以我们真是要 金正火眼看着有什么大发现 总之我今次的发现 就是 沽澳元和楼元 尤其是 沽日元的交叉盘 但日元交叉盘很调位 沽 在欧元和楼元时 那些多拉英会向下走 但当我们将它转回 买euro 和英镑 英镑 那些多拉英会向上走 反转 所以 时间问题 如果没有内幕消息 知道他们正在做哪一变 是非常难测 终于更生存 整个人都会向下走 今天我会解释到 这个疑难 给你们听 大家记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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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